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那么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这节课我们接着上来一旁下讲ATM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了银行卡还有银行卡的费用 那么银行卡其实现在除了可以作为我们绑定微信和支付宝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ATM机上来使用 那么我们看几个例子先 首先第一个例子就是ATM机图假钞 这个例子有点久了 2009年这个王先生他在某一个银行的ATM机中提了2000块钱 然后他就去点了一下没问题数对 然后就到他上去买肉了 结果当主说这100块钱是假钞 这个王先生一看他检查这个人民币 一看发现这2000块钱全都是假钞 为什么呢 因为2000块钱都是同一个号码 所以这个王先生就报警了 然后这个银行方面回复到银行需要查看一下视频监控进行调查 而且银行方面说 由于王先生取款后就离开了银行范围 所以这个假钞怎么来的不能确定 银行也不会提任何赔偿 这就是银行的态度 那么第二个案例是什么呢 这个ATM这个存钱 结果钱进了别人的卡 怎么回事呢 这事这么蹊跷 到底是错在哪呢 怎么就找不出来呢 这个是2001年的事 这个人他到沈阳的一个支行去存钱 存的是8500 当时是一个银行工作人员把他存的钱 然后存完钱之后就离开银行 但是直到11月2号他才发现 本来该查的钱没有了 他就到银行去查 结果发现这8500打到别人的卡里了 为什么 这个书先生认为这个银行说不是他的责任 他得自己找这个钱 让他去派出所报案 银行说这跟我没关系 你去自个去派出所吧 这个书先生去派出所了 结果派出所说这样我们没法立案呢 只能帮忙 他就又去银行了 他又看银行录像 银行说不能给你看啊 然后他又担心这个再不看那个录像 就会消失了 因为这个录像我们知道 这个他是有期限的 到一定区域之外就给销毁了 所以说呢 这就有问题了 那么银行认为这个事情是书先生的个人责任 完全是个人责任 那么发生的事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前一个顾客没有把卡从ATMG当中取出来 书先生直接就把这个卡 钱存到这个卡上了 第二个 是ATMG发生故障 把钱另存进其他客户的账户 对银行外面来说 这个可能性不存在 但是书先生说这个卡好好的呀 他不能不插卡就存钱吧 而且人行也没有收到说谁丢失银行卡的询问呢 就是道理上来说 如果我把这个卡 这个卡没取出来 我把钱存在这个卡里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施主他应该报施啊 但是没有这方面的报这个这个记录啊 所以钱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在银行房 所以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没有定论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什么叫ATMG 那么什么叫ATMG 那么ATMG我们俗称叫做自动贵源机啊 也叫CD或者ATM系统 那么为啥CD呢 它叫Cash Dispenser 就是自动取管机 就是发放现金的机器 或者自动贵源机 AutomaticTailer Machine 那么这个 这个自动贵源机啊 在70年代 就是1969年 刚推出来 就深受客户的欢迎啊 大大提高了银行的工作效率 降低了成本 是最早最早后的成功的这种电子资金转账系统之一 因为以前 这银行相对网点比较少啊 我们知道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不知道 那那时间股票特别好啊 那么你什么时候去银行 什么时候排队 你9点钟去了 12点钟办上业务不错了 那么这时候呢 哎 我们有的ATMG就好办了 我们可以提钱 可以转账啊 甚至可以存钱啊 哎 这又很方便 所以说这个ATMG 哎 最早获得成功的 这种资金转账系统 那么对于ATM的分类 那么分几种呢 哎 我们根据它这个网络性质 可以分成这三种 第一个是专有系统 一个是共享系统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哎 专有系统就是 我自己一家有的啊 只给我自己服务啊 比如说我这个工行 这个ATM 就只给我工行卡能用 别的卡不能用啊 另外要工行呢 共享系统呢 就是说 我这个ATMG 哎 只要你是卡就能用啊 只要你正规的银行卡就能用 至于你是工行的 建行的 共同中间的都没有关系啊 这是第二个 另外根据范围来想呢 哎 共享分成又成为地区共享 全国共享和全球共享 最早最早啊 我们说我们国家的那个兴卡 只能地区共享 比如说你在北京建的卡 只能北京用啊 后来我们哎 金卡工程开始实施 我们全国都可以用了 对吧 哎 再后来哎 我们上天还讲过 对不对 哎 再后来我们说 我们国家的越来越先进 我们迎连推向世界 现在你满世界都可以刷卡了 哎 这就是一个 哎 地域的不同 然后呢 哎 这个专有系统 我们说啊 要分清楚什么 专有什么共享啊 那专有系统 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啊 很少啊 这是在早期 因为早期一个银行之间呢 他这个没有国际化很严重 竞争也 竞争也没有这么 那么这时候呢 哎 专有系统就是 我一个机构就独自啊 比如说我 中国工商银行宇宙第一 第一大银行啊 我就有钱 我就厉害 那我就把所有的这个ATM机 我全都自己买啊 然后我自己开发软件 我自己运行啊 那么当然我自己买的吧 哎 我就能完全控制了 对不对 哎 我说了算吧 对吧 那么 这个卡也指正我自己的卡 对吧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 哎 投资大啊 并且呢 受持卡人规模所限 偿还期 很多你 你你你这个持卡人规模有限 你再也怎么着 你一个工行卡 你总共全国人民都 多吧 哎 所以说 慢慢慢慢就没有人干了 那么这时候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开始 并不是就一下就开始建成这个共享系统 而是说我公共行我建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我的卡不够用啊 就天天这ATM机是闲着的 这不合适 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AT机改造一下吧 不就是软件的事吗 只要我改一下软件就可以认其他银行的卡呀 物理上是没有区别的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哎 我就可以把我的业务呢 哎 把它给一部分人 其他的集中机构来使用 那么这时候就变成共享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是完全的共享啊 因为这个ATM这种 到底还是属于公行的啊 网络控制权还是归业主银行所有的 所以说还是不行 那么后来这个共享慢慢慢慢发展 那么再建卡的时候 哎 可能我比如说我招行啊 比如说广发普发这些银行 我也要建了ATM啊 那我资格又不够 哎 我们可以联合在一起干呢 这时候大家一起出钱 来建这个变成一个共享 当然现在基本上我们的ATM都是共享的了啊 那么所以说呢 这就出现了一些合营的企业 就变成共享企业了啊 那么共享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啊 所有的共享系统就必须具有分享 存取和协作控制 这两个最关键特点就是说 第一 所有的卡都能存 第二 我们这些东西这个控制是 我们大家一起来控制的 不能你自己说了算啊 这才是共享 所以说如果是一个人说了算 他一定不是共享的 哪怕形象他是共享的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他就不是共享 一定要是大家一起说了算才对 那么对于ATM系统来说 他包括哪些部分呢 我们说哎 很多吃点人 这必须有啊 否则没有意义了 然后资计区管机 这个不用说了啊 我们说的就是ATM 然后有发卡行 有收单行啊 发卡就是说我这个卡是谁发的 收单行就是说我ATM机是谁的啊 然后有清算银行 这个我们说必须得有啊 中央银行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对吧 支付和支付系统 任何一个实际上银行之间的操作 必须由中央银行做清算啊 清算银行 然后交换中心啊 交换中心 其实是在出现了共享之后才有的 对不对 因为我需要把这个信息分到不同的银行去 那么必须要进行信息交换 那么就出现了交换中心啊 那么对于这个来说 我们的ATM系统之中啊 我们这个各个成员之间就通过交换中心 就连成了一个大型的共享网络啊 那么交换中心负责各种交易信息的转接和处理工作 比如说我工行发的卡在在建行的机上用了 那么这个信息就要通过交换中心 从建行传到工行 返回的信息在从工行传到交换中心 再传回来啊 后面我们会再讲个具体的这个传播的路径 那么我们说啊 根据这个交换中心在网络当中的位置不同 我们把ATM网络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个后方交换性 第二个前方交换性和复合性 啊这三种 我按照顺序来的啊 先有的后方交换性再有的前方 而不是先有前方后有后方 后方啊 那么什么叫后方 后方后方顾名思义就说 我的交换中心在我的成年银行之后 就是我的每个成员行都可以拥有自己的ATM机 然后呢 自己的吃卡人的信息就留在自己银行处理了 如果是跨行的交易 才需要交换中心进行转发到相应的发卡行去处理 所以记得啊 这个后方交换中心 对于后方交换性的网络 ATM网络才存在着跨行交易 那我们看看这个后方交换性的概念啊 这是ATM机器啊 你所有的ATM机器之后 你在刷卡的时候 我先到他本行的网络啊 那么这就是A银行 那么A银行发现 哎 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A银行 是B银行的卡 那么这时候我需要经过交换中心 哎 把它交换到B银行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的交换中心是出在A银行后面 所以就称之为后方交换性 啊 这是后方 那么对于后方交换性 它的这个数据流程是最为复杂的 一共包括了 哎 12项信息啊 那么我看第一个 哎 你插入信号卡 输入PIN 这没有问题 输入交易类型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到了ATM收到这个交易 请求之后 他把这个请求发 发到了这个代理行 那么代理行 这个请求收到请求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请求 哎 也就是收担行啊 代理行 也就是收担行 他把这个请求就发到交换中心了 交换中心 把这个请求转发到发卡行 发卡行 根据个请求来处理 哎 这个钱够不够啊 能不能刷啊 哎 得到一个响应之后 把这个响应 传给交换中心 交换中心 把响应再传给什么 代理行 也就是收担行 收担行 把响应再传给ATM机 ATM机收到这个响应之后 他就打印单据了 哎 然后 发送确认信息到交换中心 然后呢 交换中心把确讯信发到发卡行 这点就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看 什么问题 大家想一想 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碰到这种事啊 就说 哎 我在这个这个地方呢 我要把 在这个ATM机上 把一张卡的钱 比如说工行上卡的钱 转到招行上 因为我要还招行的钱 我的工资卡是 哎 是是是工行的 哎 我的工资在上面 那么我用招行来来刷卡 那么需要把这个工行的卡 刷到招行上 那么我这边输入交易类型 转账了之后 哎 我发现我的招行卡 已经扣掉钱了 对吧 但是我的 我工行卡已经扣掉钱了 但是我招行卡没有收到钱 等了一会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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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啊 我们看 当这个ATM收到请求之后 就直音直接打印单据退卡 这时候呢 其实我在这时候 这个发卡行的卡已经退了啊 对吧 这时候钱已经出去了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我这个确认信息 如果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钱没有出来 经常是什么概念 哎 我这个钱 卡已经没有钱了 对不对 我要取线 比如说啊 我要取线 我取线的情况下 我卡上的钱已经扣了 但是我钱没有拿到 什么概念呢 可能没有钱了 这个不太可能啊 可能是哎 钱箱坏了 突然那个钱箱坏了 钱没有吐出来 但是我的卡上 钱已经退掉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啊 这个时候 他的信息已经确认过去了 其实已经确认 发卡行已经扣钱了 但是ATM机 其实这一块呢 是收到响应之后 就开始打印单据了 并没有什么 我们看 没有说要有一个信息 来表明我这时候是 出钞机吐钱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少这个 这就有可能产生问题 我们说产生问题 都是这样产生的 因为ATM收到显用之后 就直接扣款了 而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时候图卡 出现图钱 出现问题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就前方交换 前方交换就很简单 这个就很简单 所有的ATM机 都是在什么 交换中心 之前 然后呢 交换中心都是在银行之前 就说 我所有的ATM 所有的信息 不管是什么信息 先到交换中心 然后根据交换中心 根据他不同的银行 A银行发给A B 银行发给B 所以 对于前方交换型来说 没有跨行的交易 这说 但是现在 其实我们在有些情况下 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看 那么这就是一个前方交换型 那么 我们说 前方交换型 这个 概念就是这样 那么他就不需要有交换中心 在其中间进行传输了 那么我这边的所有的信息 请求直接传到交换中心 交换中心 就直接传到发卡行了 那么 响应直接传过来 响应直接传过来 一共只有什么 九步就可以了 而 那个 后方交换型 是需要十二步 他需要通过交换工心 进行转交 所以说 前方交换中心 和后方交换中心 是有区别的 前方交换中心 前方交换型 会更简单一点 那么 我们说 如果一个网络当中 既有前方 又有后方 那么很简单 我们称之为 混合型 或是复合型 我们看 对于他来讲 他就是一个 前方交换型 ATM 对吧 因为他这个 交换中心 在这个银行之前 而这些 就都是 后方交换型了 所以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 那个网络呢 是有一个 历史移动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 现在还有跨行 就是因为 你在早期 他已经变成这样了 他已经是后方子了 对吧 那么你就 没有办法 给拆了重新做吧 不可能 对吧 那么我等着慢慢销吧 就可以了 那么新建的 基本上都是 前方交换型的 所以它是个混合型 那么ATM 都有哪些功能呢 我们看功能有很多 曲线 存款 转账 支付 查询 一额 非线型交易 等等 那么还有各种 其他的处理 其实我们最常用的 其实是转账 那么其实现在 存款也比较常用 因为我们要信用卡 还款 其实也属于不在用 对吧 那么说到ATM的安全 其实有几种 不同的类型安全 第一种 通信类啊 这是 这也是经常会出现的 因为ATM机器嘛 它用的这个 也是连接网络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通信 陷入中断 那么 它就连不上 这个服务器了 对吧 连不上服务器 当然就没有办法 来进行连接 检验了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数据端口 接触不良 或者设备故障 或者以及 暧昧装 被雷击了 都可能造成 这个通讯 通讯故障 再有着主机 通讯模块 发生异常 或者是前置 通讯软件 运行故障 那么这时候呢 就要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连一下 把网络接上 就可以了 这个安全性 倒还不好了 那么在最长 最长出现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 吐钞模块 吐钞模块 就是我们经常 有些时候会碰到 你在网络上 快点要吐钞 哎呀 我的钱扣了 但是我的钱没拿到 对吧 那就是吐钞模块 有问题 那么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 开提字典正常 但是呢 就是不运作 说明 有病毒 杀毒之后再干 另外一个呢 就是听到出钞门 想着门打开 但是C点 就是出钞机不动 那可能是 电缆未接好 或者电源接法不对 接反了 那就不出钞了 那么这时候 还可能把这个电路板 给烧了 所以挺危险 那么还有就是说 哎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接地不好 导致电压过高 再就是 吐钞口被堵塞上 光电管被灰尘遮住 或者出钞的传感器 损坏了 或者落沉了 这个吐钞口被堵塞 其实有些时候 是被不法分子 故意做的 故意把它堵上 然后让人取不出钱来 这个碰到 还有一种就是 橡胶轮摩擦 时间长了 间隙变大了 那么这时候一次 吐钞就吐两张 我们说在国外出现 一回这个事 花旗银行有一次 就出现这个问题 你取一千块钱 就吐两千块钱 你取两千块钱 就吐三千块 就吐四千块钱 然后呢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其实同学们就打电话 哎呀 这地方 GTMG好啊 两倍出钱 然后好多人就排队去取钱 就把这个GTMG 全 全都吐光了 那么这个国外这个银行是怎么处理的呢 哎 国外银行说好吧 呃 这个不是你储户的问题 也不追究你了 其实我本金机器出毛病 所以说呢 你多取的就多取了吧 啊 这个就是国外的事啊 所以说在国外这个人呢 也会贪小便宜 但是 可能稍微讲究点 因为想要如果你呢 你可能一次取了十万八万 就把这一个就给取光了 但是人家是一次取早点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这个银行没有过多计较的事啊 就是不是被一个人取的 那一个人比如我就每人都取一千 那变成两千 那大家都不贪 那么也就算了 就是 那么还有一点窃取账号密码 那么这地方很常见 就是说如果你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啊 有的人会在地方装一个摄像头 可能你不注意啊 你没有看到它其实只有摄像头 那么这时候他就可能把你的这个案的密码 给看黑客或者不法分子就能看到 那么他就可以在伪造你的卡再去再去用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啊 再摸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键盘有没有义务啊 有的人会在这地方弄一些这个指纹提取膜 指纹膜呢 来采集你的指纹等等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就是吞卡 吞卡就像我们说 这个出超模块很容易出故障对不对 那么有的是自然故障 那没有问题啊 那如果是自然故障就是什么呢 就是哎 有很多原因啊 比如说你这个卡过期了 那直接银行给你推了 然后呢 再办 另外一个是你账户被冻结了 那卡也吞了 再一个就是连续三次输入密码 那我也把银卡推了 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 如果是正常吞卡的话 银行会给你出平条的 出平条 出平条的话呢 哎 这时候你可以拿着条去取卡 那么这个你要知道啊 这是正常吞卡 那么有些情况下这个卡不是正常退出的啊 你以为是吞卡 其实不是吞卡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你就要小心了 那么可能是不法分子 把这个卡给干什么 给堵上了 那么他前卡那出不来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交易信息外泄啊 这东西一定要记住啊 当你打完平条之后呢 你一定要把这个平条收好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不要乱扔 扔了之后呢 就很容易被这个人捡到 然后就把你这个卡给复制下来了 然后你就可能要丢 丢钱款了啊 然后呢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短信诈骗和电话诈骗 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经常有时候你会收到一个短信 好像说我发 刷了一笔两万块钱的钱 或者是两万多的钱 三万多块钱的钱 哎 这什么回事啊 没有刷啊 然后你就会有个咨询电话 你就打电话 哎 怎么回事啊 他说你这个钱被人刷了啊 他说我没有刷啊 那是没有刷 不会啊 你不应去危险银行 哎 然后你就给银行打电话 那么你给银行打电话之后 已经有个人在 那也是犯罪生责 说你这个卡被人用了啊 已经刷了多少钱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转账了 那你说不能转啊 那是别人倒刷我的钱 那说那说那你那个银行 就说你报警吧 让警察说一下 然后你就给打电话 给你个报警电话 你再打电话 那其实这个人也是什么 那也是犯罪分子 那么警察就说了 你这个账户没办法 你现在已经被人刷了 我必须得保证你账户安全 你就先把钱转出来 这样他就 他这个钱就转不出去了 然后你就会转账 当你转账之后 其实这个钱就 已经转到不满了 你的账户上了 所以说这个过程是 先说你花了钱 然后让你打电话 去咨询银行 那么银行说 你还是花了钱 让你打电话去咨询 这个相应的这个警察 然后警察到了之后 说你还是得去 那个你得建立 为了保护你账户 我要给你建个保护账户 你就把钱转到 这个保护账户上 这个钱就转不走了 然后你就可以 把这个钱转到账 当你转账之后 你才会发现 你就上当 这个地方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 离我太远了 其实我在讲课程当中 以前我有个学生 刚刚上完我这门课 给他说过这个事 然后那天找我说 老实上我好像受骗了 我说怎么了 我在ATM上给人转账了 是个骗子 他跟我说的一句话 让我其实很惊讶 当我按下了确认键之后 我突然之间就清醒过来 知道自己被骗了 那么你为什么当时没有被 不知道呢 因为当时你一开始 大哥的钱你很害怕 然后你的心理状态很紧张 然后得来回来回 打电话 打了几个电话之后 其实你已经被催眠 类似于被催眠了 你就被完全带入到 那个情境当中 你已经不再有思考了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完全丧失你的思考力了 所以说你就会被受骗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学到转账 其实你可以马上 可以要转账 可以一定是跟他说 把电话挂了 然后哪怕再打回去 也要一定要挂电话之后 再打过去再来转账 因为你挂了电话 冷静一分钟之后 你就会想起来 这个事情 不会是这样的了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ATM诈骗手段 比如说安装假的门禁 来盗取银行转的信息 你有些时候大家知道啊 这个有些时候 这个ATM机器上是有一个 外面的一个门的 你要刷卡才能禁 那么这时候 可能装了一个假的门禁啊 刷还有你书密码 这时候就把你的卡号和密码全都拿到了 所以说可能有的 ATM机是有门禁的 但是没有要求你输密码 所以这个你要记得啊 只要你输密码肯定是假的 第二个封读ATM出口 这个我不说了 讲过了 再一个销售ATM干扰机 哎呦 那分子分子利用互联网短信来营销 ATM干扰机啊 就是说你如果使用它 我可以发个信号 你存一千可能变成两千 存两千变成四千 而且卖好几千到上万步的 那么这个呢 也还有人受骗上当 就是说不能受这种欺骗啊 然后张贴虚假广告啊 诈骗 那比如在ATM贴的广告 说哎 如果你怎么着提供什么问题 会有什么银行服务 然后呢 可能你碰到问题就会打个电话 然后就会有什么银行程序调试啊 等等一大堆电话 然后把你带入语境当中 哎 你来盗取你的信用卡的这个资金 然后冒充银行工作员员或者热心人 就是有些时候呢 特别是老人啊 ATM用的不熟 那这个在早期是比较多的啊 现在现在好少很多 那么比如吞卡了 或者其他故障呢 就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么就不法分子就冒充银行员工 或者好心人来帮助指导 来司机盗取这个资金啊 那么还有就掉包了啊 那么你正在收卡 哎 这个说哎 你钱包掉了哎 有掉了钱了 你就一捡钱开了把你卡换了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也是有的 但这种情况下现在比较少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拿卡去都会比较紧 啊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哎呀 ATM本身有个安全的事啊 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这个人啊 用假币来换这个真币啊 他在ATM上存款 对吧 取款 取了款之后 把其中一百块钱 哎 几百块钱换成假币 然后就存回去 以为没事啊 他想存进去 存回去 其实我取出来又存进去 哎 好像 钱没多没少啊 但是 哎 都被视频排下来了 这个换钱时的敏捷啊 等待时的瞌睡啊 被吞的惊讶等等 眼低啊 眼的可好了啊 就有这种 那么所以说这个ATM其实是这样的啊 他这个钱啊 他收的钱 他的兔的钱 其实是两个钱相的 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一张一张得进的 每张钱 他在出的和进的时候都会有 这个钱的编号的一个记录 所以说 基本上不会出问题啊 而且你这个钱 不是你要直接就能在ATM取出来 你是要到人工退出来再取啊 这是不一样 所以要记得 然后哎 还有一个事 就是女汉子徒手拆ATM 而这个女同学特别狠啊 他在ATM上取款年果啊 银行卡被吞了 结果就特别的生气 然后竟然就徒手把这个ATM机拆了啊 后来发现这个女同学疑似精神病已经被这个精神病院关押了啊 那么这个网上有视频大家可以看看 他能徒手把一个ATM机拆成这个样子啊 拆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ATM机也有点不结实啊 但是现在基本上来说 这个因为这个是放在室内的ATM机啊 可能会不太结实 但是放在穿墙式的ATM机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那这个就是ATM机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ATM机要 就加了很多的安全保护措施啊 第一个就是异形口防复制啊 那么这时候呢 为了防止这种粘贴到密码的装置啊 它有一个异形而口 它那个口是有波浪线的 所以说卡片呢 会以抖动的方式进入 它就防止你复制这个银行卡 第二个就是这个密码键盘啊 这个大家现在我们就很常用了啊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地方装了个摄像头来拍 我这里有个键盘 罩子挡住啊 一般我们是这样来做的啊 手眼书啊 捂一下而已 然后就是摄像头啊 现在基本上大新的这个ATM都有摄像头 就是你在取款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地方藏了一个小的摄像头 把你的取款过程都给拍下来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ATM就没人管了 其实它是有摄像头的啊 而且有的还有人脸识别功能 另外一个横外传感器自动关门啊 就是ATM机 一般这个门都是24小时开的 但是取款的时候 你进去之后 它会把门关上 因为防止这个有人尾随啊 等等这个东西 当你取完款之后 打开按一下 它就可以出去了 那么这还有个防护仓啊 那么以前呢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曲线的问题 会被人当时这个就就被人抢啊 曾经有一个案子 案子就是一个人刚刚在银行 这个ATM上取了取了十万块钱 马上就被人拿枪打死了 然后呢就把枪跑 所以说就有一个防爆玻璃的这个仓啊 而且24小时和银行连着 就如果感觉周围不安全 你就可以报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脸通啊 有些时候就防止人这个蒙面来取款 因为有些时候假冒的卡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种非法卡的 他就取款了 怕别人看见 伪造蒙面 那么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啊 这都有一个人脸识别的啊 你要把脸放上去 能看出来你是脸 能识别你的眼睛鼻子啊 才做 那么现在就更厉害了 现在可以人脸识别 我不单是能看到你是不是人脸 有没有蒙面 我直接可以识别出来你是谁 甚至以后你就不需要再拿卡去了 你往那一站 只要你的脸在 就可以直接提款 好吧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在这里啊 那么下节课我们来讲PauseG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